我不知道今天你要用车 这样 车子你来用 赶紧上去 这车还是您用嘛 没关系 我可以想别的办法 就这么定了 快上去 您客气了 怎么了 两位副市长都要用车 车不够分了 是啊 我不知道今天汉津也用车 这差点不闹了误会吗 只留了一辆公车 有时候会撞 所以说 你们两个 赶快像我一样 学骑自行车嘛 好 你个真实着 阿年 咱来就别争了 你不是要赶时间吗 赶紧上车吧 那我听您的 你先走了 好 谢谢 再见 我们还不走吗 等一下 范毅还没有来 您亲自请我翻译 谁这么大面子 让市长等 好 来 好 陈市长不好意思 让您等我 走了 走吧 我先走了 吃饭 你导致 你 您还是经济方面的专家 怎么还懂得锅炉方的机口 我中学的时候啊 我爸爸给一家公司进口锅炉 当时就拉我去做翻译 中学的时候 不懂专业数给人家瞎翻译 看来你们父女俩的情感很好嘛 吴同志 你都没有介绍过你的父母啊 小璐 请季同志看一场电影吧 好好讲一下你的革命经历 不用看电影我也能猜到 陆同志的家庭 肯定是充满革命氛围的 你看他遇到大事 临危不惧 机智灵活 这一看 就是遗传吧 季参谋对小璐的评价不低 小璐 评价一下季参谋 季南英同志 好 非常好 几点都好 你这也太敷衍了吧 我再习惯当着别人面夸杰人 你给我点时间 那季南英同志 我们还是讲一讲 怎么从烧油的锅炉 就变成了烧煤的了呢 那玩意儿 烧油锅炉改为烧煤 这完全就是创新 而且我听说现在发电厂 还是美国人在管理 中方没有掌握核心技术 连图纸都没有 那我看现在的公交公车 已经从烧油的锅炉 改成烧煤的了 锅炉的体量不一样 储气量不一样 即便是原理一样 但要真实践起来呢 当然是发电厂量补搭得多呀 这个杨树谱发电厂 是外汇的大口 每年要消耗到六百万美元 我们拿租宗 蚕丝换的那条外汇 花起来好心脑够 杨树谱发电厂啊 用的都是 美国电力公司的一些锅炉 燃油的占百分之九十六 烧煤的才百分之四 那看来外国人 并没有把核心技术交给我们 掉了头来吸走我们的外汇 这次上海如果能突破洞的问题 不再依赖国外的燃油发电 而是用我们国内的煤做燃料 那会是中国工业市场 重要的一笔 金天晴同志 改天 还得要向你仔细学习一下 给你试个饭 可以啊